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预备约翰一个转移时代的器皿 我们知道说是约翰来了以后 他是神的预备的他是从那个一个旧约的瑞法时代 转移到了新约的恩典时代 所以使起约翰呢 他是一个转移时代的器皿 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这个信息呢 让弟兄姐妹们心里面呢 对神的恩典认识更深 是我们从那个猪八的那种瑞法里面呢 能够出来 我们接着看到 神的恩典给我们带来的祝福是何等的浩大 我们先读一下今天的经文 然后还是我们请弟兄 一起来我们同声的来读 这一页 我们开始 提阿菲罗大人呢 有好些人提笔作书 述算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 是照查到的人 从起初亲眼看见 有传给我们的 这些事 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 就定义按照次序写给你 实理之道 所学之道 都是确实的 当犹太王吸引力的时候 亚比亚巴雷有一个祭师 名叫撒加利亚 他妻子是亚文的后裔 名叫伊丽莎白 下一页请姐妹来读 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一人 因此之中一切天命 没有任何知识 只有没有孩子 因为伊丽莎白 是一人 两个人有一个天气 但在神面前 无计辞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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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依据天下 生日的时候 我们才是在外面 这也请弟兄来读 有主的诗者 站在香坛的右边 向他写些 撒加利亚看见 有惊慌害怕 天使对他说 撒加利亚 不要害怕 因为你的祈祷 已经被听见了 你的妻子伊丽莎白 要给你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 起名叫约翰 你必欢喜快乐 有许多人 拎他出事 也必喜乐 他在祖前面 将要伟大 待酒能酒 多不喝 从母腹里 就为圣灵充满了 这要请前辈来读 他要是许多以色列人 能推转 归于主 他们的神 他也有 以典娅 在神之中的地理 则再来读的见见 叫为父的心 而向阿弥 叫对你的人 能转弄你 一年的神 也会为主 必须有何用的感性 撒加利亚对天使说 我凭什么 可知道的事呢 我已经老了 我的妻子 也已经老了 天使回答说 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太白人 更差一来 对你说话 将得好信息保障你 到的时候 这话必然一念 以你信 以利亚 不能说话 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句 百姓等到撒加利亚 差异他需求在店里 即使他出来 不能和他们说话 他们就是知道 他在店里建立异象 因为他时向他们打手势 竟成了哑巴 他共子的日子满了 就回家去了 这些日子以后 他的妻子 伊丽莎白 还了用 就隐藏了五个月 说 主在后绝我的日子 这样看待我 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 经文就是这么多 我们知道 福音书呢 它是有诗诀福音书 诗诀福音书呢 是我们知道 是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还有一卷就是 约翰福音 这四卷福音书呢 就是 凡是耶路圣经的弟兄们 他们就告诉我们 这四卷福音书呢 比如说 马太福音第一卷呢 它侧重于是 介绍主耶稣 他是一个属贴的王的身份 就是通过马太福音呢 我们看到 主耶稣 他就是那个属贴的王 就是那个永恒的国度的王 我们看到 他是这么一个身份 那到马可福音呢 我们看到 主耶稣呢 他是一个仆人 他这个仆人 是按照父神的旨意 来到这个世界呢 来服侍这些罪人 我们看到 是一个仆人的身份 这是非常非常 令我们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们知道 在我们这个人世界 看人类的历史来讲 你既然是娃 就不会是仆人 是吧 你既然是仆人 你就不会是娃 那娃和仆人 在一个人当中 怎么来协调这个事情啊 我们知道 在这个世界 是没法想象的 但感谢神 主耶稣基督 他的身上呢 就具备了一个娃的身份 同时他又是一个 神具体的一个 服侍罪人的一个仆人 这是这家福音书 所给我们看到的 一个娃和仆人 本来是相对的 但是在主耶稣的身上呢 就能够写出来 那到六甲福音呢 他中间告诉我们 说是主耶稣 他是一个属贴的人 他是一个完美的人 从这个角度 来让我们来认识主耶稣 那到约翰福音呢 我们知道 他就开始写主耶稣 他就直接从太初有道 写到他 道就是神 就说他就是神 写主耶稣 他的神性 我们知道 说是一个人就是人 神就是神 但是人的传统观念 那么主耶稣 他既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人 又是一个百分之百的神 这样一个奥秘 是怎么来 怎么能够 让我们明白 这奥秘呢 这奥秘怎么来实现呢 这都是在主耶稣的身上 得到了实现 我们知道 我们的主呢 既是娃 又是仆人 既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人 又是百分之百的神 他就是主耶稣 这就是有一树歌 叫奇妙的耶稣 说我们的主呢 真是奇妙 所以我们要认识他的时候 他确实也是很奇妙 所以今天的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就从路加福音认识呢 认识到他主耶稣呢 他昭示是完美的一个人性 因为人性对我们来讲的 我们比较容易明白一些 因为是接近一些 那讲到约翰福音 写到主的神仙的时候 我们就困惑一些 困惑的原因就是 我们神呢 跟我们来讲太陌生了 我们这个心 怎么去思想 神会是这样的呢 我们好多地方 我们不能明白 所以我们从路加福音 作为讲到主耶稣 他是一个完美的数天的人 我们开始来认识主耶稣 这里面我们知道 路加在写这个书的时候 他要写给一个叫 提阿斐罗的大人 他写这个书的时候 他的目的是写给这么一个大人 然后将第四件所讲 使你知道 所学知道 都是缺识的 这是路加写这个福音书的一个 对象是提阿斐罗 目的是让他知道 所学的知道 所学这个道是缺识的 我们看上路加 在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 他并不知道 他写的是圣经 但神祖宫就是这么奇妙 人在祖宫的时候 好多时候不知道 但是当你心里面定义 要为神祖见证的时候 我们知道 却是成全了神的一个心意 我们知道 所说圣经呢 都是从神来的 这里面路加讲到说是 已经有好些人呢 提笔著书 诉说在我们中间所成的事 就说在那个时代呢 因为祝国祝耶稣的人 有很多 传教祝耶稣的人呢 也有很多 这样的许多人呢 开始呢 就说把这个事情呢 也提笔著书 就像今天也一样 今天我们知道 好多的基督徒呢 当他经历神的大能的时候 会把这样的见证也写书 好多的弟兄姐妹呢 就说他有点对主的认识呢 他也会写书 所以现在关于写基督的书呢 可以说是充满了这个世界 是非常非常多的 但是就说这里面 我们有一个看到 圣经处于神的 那它的准确度 要求就非常之高 要求这个处于神 是百分之百要处于神 要处于神的带领 所以路加写非礼书呢 这里面他就有两个特点 来我们看到 值得我们来思想 第一个特点 他说是 我们从起头详细考察 就定义按照次序写给你 我们看到路加写福音书 这里面就算是 他定义要写 定义要写圣经里面 后来的话 保罗把这样一个奥秘呢 给我们做了一个解释 说你们内置形式 都是神在你们心里用行 要你们成就神的事情 我们看到 当路加定义 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就是神在他的心里用行 神要定义成就这样的事情 这就算是一个神的工人呢 首先是由神在里面的一个带领 所以他做这个事情 是定义要做 我们知道这是圣灵的一个工 接下来他讲到说是 从起头读 详细考察 这是神的一个仆人呢 在神面前一个 精切的一个态度 他做事情呢 不是说妈妈姑姑 我想到哪 写到哪 我反正我自己爱好写状 我的文笔不错 然后根据我自己的判断和想象认识 我随便罢写 他不是这样的 他是狭隙考察 在我们当中 做的有好多的博士啊 教授啊 我估计你们写论谋的时候 甚至好多时候 也考察的未必是那么狭隙 可能在这里面 可能说的不太好听的话 许亚成功大概也比较多 是吧 但是神的仆人 他不能是这样 他是从起头就狭隙的考察 而且这个从起头的考察 交到起头这两只呢 在圣经里面其他的地方 是用到是从撒头 比如说雅各书讲到说是 唯有从撒头来的智慧 先是清洁 后是和平 然后是蛮有灵敏 温柔良性 多加撒果 讲到一个从撒头 我们知道这下是一个字 就说明漏家的考察 一方面 有他自己在搭带这些 眼界的正人里面考察 另一方面漏家的考察呢 也有从撒头来的考察 从撒头来的考察 那就算有圣灵 对他的带领和开启 这样的话 就确保他这句福音书呢 是神的心意 神就通过一个这样的带领 就确保这个圣经 这六家福音 是神 是他要做的事情 这是我们看到 六家写这样的书呢 他不是随便来写 叫做他说要按 按那个定义 按照次序写给你 叫做一个次序的问题 我们知道 次序是属于神的 这个话听起来 好像是我们有点那个傻 其实我们看 我们人类社会的话呢 没有神的时候 实际上人是没有次序的 人生活的也是没有次序的 人遇到事的时候 就会反映出来 人的心里面 也是没有次序的 当我们人遇到事情的时候 人就会哗啦 是吧 碰到在急的事情 人就会轰着头 为什么人的心会哗啦 经常会轰着头呢 就算人的心里面 没有一个次序 所以人做事情 好多时候呢 也会有次序 人说话的时候呢 也很难有一个次序 这就经常讲到 人所话的时候 有一个次叫 语无隆次 是吧 发言人这个次序 在人的心里面 实际上是很难形成 人做事情呢 也好多时候 就是你这么做 你并不知道结果 会是怎么样的 是吧 带来个什么样的结果 所以人又有一句话 叫做人算不如贴算 是吧 叫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就算人做事情呢 实际上人是 也把我们做个次序 次序是属于神的 所以漏家写这个福音书 他是要按照一个次序 出现 我们看到 这次就是清楚的 有神的这样一个带领 给出来这样一个福音书 这让福音书一个目的 他说 使你知道 所学知道 都是确实的 这个对我们来讲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读这个漏家福音 我们读福音书 读圣经 我们不是白读 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让我们知道 清楚的知道 我们所领受的道 它都是确实的 是确定的 它不是让我们 能让我们怀疑的 是吧 像经题来讲 我们知道 人的学问呢 经常会更改 这就是以前有一个 弟子学家 在我们教会 他在我们教会 近白 他是瓦特罗大学 一个弟子教授 他曾经讲过一个信息 他说 以前呢 也就是这个地层的时候 用这个测试的方法 他会告诉我们 这个地层呢 行过几百万年 几千万年 上一年 怎么怎么形成 这么一个地窍 后来他说 做的实验的结果 不是这个样子 实验的结果是说 在一定的温度 和压力之下 一下就可以形成 那就算我们看到 就说 做悬问这些东西呢 有些东西 确实是不可靠 不确信 但是他作为一个教授 他说 因为教科是这样来 所以他作为一个老师 也只好这样讲 但他们搞一个学后的 都知道 这并不是一个事实 都不能确信 但是我们知道 福音这里面告诉我们 他是确信的 这就算是 作为一个神的仆人 他来写下神的信息 写下神的信息 让我们知道 这是确实的 这里面提到 提阿斐罗这个名字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提阿斐罗这个名字 就是爱神的人 那今天的话 当然我们在这个名字里面 我们应该也好好赏了 如果我们爱神 那么我们知道 神的话 神的道 对我们就是 会有很大很大的祝福 所以提阿斐罗就是一个爱神的人 我们下面来就开始 我们开始进入了 就是露家开始 开始要讲述这个道 讲述这个从头到尾 按道次序开始讲 我们通过 露家福音 我们看到 露家福音 没有露家福音呢 他是把 约翰怀用 还有主耶稣 在怀用前 也在怀用中的 这事前 显得非常的狭敬 所以我们不怀疑 露家在开始 做那个 详细考察的时候 他一定是 考察过 主耶稣 肉身的母亲 玛利亚 这个就是 因为只有玛利亚 他才对这些信息 能会知道的 这么详细 当然露家考察的 他有的是时间 因为我们知道 露家和保罗呢 一同进到耶路撒冷 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保罗呢 就因着犹太人的控告 就被囚禁起来 囚禁起来 这样的话呢 在耶路撒冷 还有凯撒冷 大概有两年的时间 保罗被囚禁 那这一段时间呢 露家是与保罗同在的 所以露家这段时间 他有足够的时间 来探望好多好多的 目击证人 来收集资料 来做这样的一个 遇贵的工作 所以的话呢 一开始 从第五家开始 就算是读经的人 他不怀疑 这个星系 就是来源于玛利亚 所以这个星系的起托 他算是 到犹太娃西里的时候 亚比亚巴里有一个祭司 他名叫撒加利亚 他其实是亚龙的后裔 名叫伊丽撒外 这里面提到两个人 提到个撒加利亚和伊丽撒外 撒加利亚 即是祭司 是亚比亚巴的祭司 其实他也是亚龙的后裔 我们知道 在大卫的王的时候 大卫呢 他把当时亚龙的后裔 亚龙有四个儿子 拉达和亚比胡呢 没有后代 因为他在神面前烧香 敬香的时候 没有按照神的要求去做 就被神的重天家伙呢 就把他们弟兄俩就烧死了 所以亚龙的另两个儿子 一个叫亚 亚萨的是吧 我不太记得 一个叫 一个叫伊丽亚萨 一个叫伊塔玛 这两个儿子 其中的伊丽亚萨的后裔 有十六个组长 伊塔玛的后裔有八个组长 这要加起来是二十四个组长 大卫王的时候 就把他们这二十四个亚龙的后裔的祭司 分成了二十四霸 这二十四霸的开始 在神的殿里面 龙流去侍奉 侍奉 当时主要的侍奉是什么呢 在神的殿里面 要招瓦要谢祭 还有就是 在神的殿里面 圣殿里面 要烧香 点灯 兼于那个灯 还有要画橙色的名 这是祭司要做的事情 这是亚龙的后裔要做的事情 所以到亚比亚班的时候呢 他当时是排在二十四霸里面的 第八个八次 这是 所以我们看到就算是 撒加利亚呢 他也是亚龙的后裔 伊丽莎白也是亚龙的后裔 他们俩都是亚龙的后裔 这里面非常看到就是 当时犹太的一个王 这个王是西律 西律并不是犹太人 他是罗马华帝呢 给犹太安排的一个王 讲到这个王的话呢 我们稍微呢 从旧要的历史 做一点回顾 这样一个回顾呢 就更有利于我们来清楚地认识 心愿呢 就算是神在心愿 做事的 他的一些方式 和他对人类的一些心意 我们更好地能够认识这一个事情 我们知道就算是 以色列民出埃及以后呢 就进到了神的应许的地 就是加拿地 进到加拿地的时候 大概经过了四百多年的四十时代 在四十时代的时候 以色列是没有王 以色列所说的没有王 是没有人在做王 但是那个时候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 是谁是他们的王呀 是耶和华神是他们的王 所以就算是 那个时候因为神是公义的神 所以到了四十时代的时候 以色列人呢 如果要是忠行神的内法 忠守神的诫命 神就会祝福他们 吃他们四周的平安 吃他们生活的丰富 反过来讲 如果以色列人背弃神的内法的时候呢 神就会把他们交到周围的国家人的手里 周围的国家这些人呢 就会欺压他们 迫害他们 我们讲到四十时期 我们看到 当以色列人最初雷气神的时候 神把他们交到外邦人的手里边 外邦人挂着他们 最初是几年 就是挂着七八年 十来年 然后以色列人在痛苦当中呼求神 神就开始 行起事实呢 拯救他们脱离这个外邦人的压迫 然后以色列人就开始 神赐他们平安 这一次呢 最早吃的是八十年 后来吃到四十年 说平安的年度长 而且受那个外邦的统治的年度了 要短 因为神是公义的神 有罪必法 要是中心神都为了 神一必然会赐福于你 但是以色列人随着在加拿地的世界的侦察呢 那个发罪的频率是越来越快 而且发罪的是越来越重 说敌对神的事情是越来越多 所以到四十世纪的后来 我们看到了以色列民族一个事情 就是平安的年度越来越短 受外邦人的压制呢 这个的年度呢 会越来越长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以色列人呢 他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以为外邦人之所以能欺负他们 是因为外邦人又亡 又亡了来治理他们 又亡了来管理他们 这样又亡了来组织他们的军队呢 能去跟其他国家来征战 在这种情况下 以色列民族呢 以色列人就开始 通过当时一个鞋子 沙末尔呢 开始要求 求告要要一个娃来治理他们 我们知道要一个娃 神呢就根据以色列人的心 给了他们一个娃 所以这个娃呢 是符合人心意的一个娃 但它不符合神的心意 这个娃就是以色列第一个娃 扫罗王 扫罗王就在四十年呢 这四十年到处呢 以色列其实是战争不断 不断的和斐力是一个争战 又以扫罗悲其神 就算这个悲其神 到扫罗死亡以后呢 神给以色列人一个 和神心意的娃 这个娃就是大娃娃 大娃娃再为四十年 他的儿子索罗蒙再为四十年 这样以色列的平安就是平安了八十年 这个平安的八十年呢 和四十祭 四十把以色列人 从那个米典人的亚弗下拯救出来 当时要一个俄托尼人的人 拯救出来以后 也是平安了八十年 所以平安八十年以后 以色列人以为这个娃呢 给他们带来了这种平安 但是所罗摩王的娃娃 我们知道他雷气神 这一雷气神的时候呢 神对以色列人的审判就又来了 一个来 首先是当所罗摩王死了以后 以色列就封城了两个国家 封城了一个北国叫以色列 南瓜叫尤达 这是神呢 在以色列还活着 就是耶稣罗蒙还活着时候 神就讲了 说由于你背弃我 你去拜祝下 所以神说 我必然呢 把你的国的从你的手中收回 这样神这一收了 神说是因为我普通大为的缘故 我必不全部收回 我仍然给你留两支牌 神在这样一个承诺下 在这样一个刑罚下 就把以色列的犹大支派和贝亚民支派 留给了大卫的后裔 留给了索罗蒙 导尔子罗布阿 神的同时把以色列其他的十个支派呢 给了以法列的一个人叫耶罗布阿 所以以色列就封城了南瓜和北瓜 封城南瓜和北瓜 我们再下来多念瓦记的历史 我们会发现 以色列的就是北瓜的瓦呢 是经历了十九个瓦 这十九个瓦呢 没有一个瓦是净化神 而且从第一个瓦耶罗布阿呢 他就发了这些非常愚蠢的事情 当时神是通过一个蝎子来高他做瓦 把这十个支派归他管理 可是高他做瓦以后呢 他就害怕着以色列人呢 到耶罗撒人去下神呢 来泄计 这样呢 他害怕以色列人的心呢 就归下了犹大 他为了加强他自己的统治了 他就造了两个瓦 造了两个金牛洞 就像刚才唱的首歌啊 人不依靠耶和华 是苦难无穷 那北国的以色列 因为他怀有这个心意 第一个瓦 他要依靠他自己的聪明才智 他不去依靠耶和华 所以北国以色列就苦难无穷 先后被亚拿来挣扎 也和犹大挣扎 又被埃及打 最后到了被亚双呢 就灭完了 所以北国以色列在组织 七百二十二年前 七百二十二年 就被亚双帝国灭亡 我们看到一个结果就是 以色列要求那瓦 下去依靠瓦 而不依靠神 最后的结局就是瓦瓦 这个瓦根本靠不住 这是神通过以色列的历史 给人类的一个 看到的这么一个结果 你想以为上 有一个聪明的瓦来治理 聪明的瓦 给你带来长久的平安 不可能 只要你背弃神 我们知道 这个瓦最终会灭亡 这个国家也会灭亡 这是北国以色列的历史 那到南瓜犹大呢 在所罗门后也经历了十九个瓦 这十九个瓦呢 其中有六个瓦大概是 是比较 敬为神的 这样所以以色列呢 南瓜犹大呢 他就又持续了一百多年 直到主持的五百八十六年 彻底亡过 这个南瓜犹大被巴比罗 亡过以后 神再一次给我们看到一个事实 就是说是 你要不依靠耶和华神 你当然想自己依靠一个瓦 想靠那个瓦 来使你 把你的国家 带下一个长城 带上一个繁荣 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今天的话 我们回头稍微开一看 这恐怕也是个事实 在这个世界上 凡是败价神的国家 一塌糊涂 人的人性暴力非常厉害 欺压非常厉害 是吧 人对人的户下的欺压 那个暴力 凡是败价神的国家 这是非常厉害的 没有人权 凡是败价神的 以基督教内外的国家 我们知道 有内法的体系 尽管神的话 在神的内法体系下 想要受到神的一个 兴许的祝福 这是一个事实 犹大国以色列国 已经神把这样的事情 给证明了出来 如果勒替神 你靠人来治 人治 我们知道 最终是国家的变化 最终国家 并不能走下一个 真正的富裕 所以我们看到 这样的话 到西里来做瓦的时候 就算是整个 以色列民族 从他们 从巴比鲁回去 到现在 没有瓦呢 已经有512年的历史了 这500多年 以色列不再有瓦 先被巴比鲁统治 后来又被波斯玛带统治 接下来被希腊统治 到了1563年 开始被罗马统治 但他就没有瓦了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事实 人所想要的瓦 并不能真正的拯救以色列人 原因就算是靠错了对象 神通过这么多年 让他们看到一个结局 当他们不回归神 会依靠神的时候 你是没有希望的 所以在以色列的 没有瓦这500多年的历史当中 他们开始了法师 从事实以色拉开始 以色列文士 以色拉开始 他就法师 法师以后 他是开始就强调了 以色列民族了 开始要回归到神里面 来忠守神的对法 又一下到一个阶段 以色列人没有圣殿 没有圣殿的话 就没有在圣殿里面 进行宗教的礼仪 没有这个礼仪怎么办呢 他们就开始了 忠守神的对法 这也到了新约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法利塞人 法利塞人就是一把文士 他们说强调的就是要 科普忠守神的对法 这样一个忠守神的对法 使他们通过他们这个历史 他们看到神的公义 他们对神的产生了害怕 可以说这样的话 以色列人开始 忠守历史 到了罗马开始 统治以色列的时候 罗马华帝 他选择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 他叫各个民族 允许你各个民族 自己的宗教上是自由 按照你自己的宗教 去敬拜 这样的以色列人呢 就恢复了圣殿的敬拜 这样的敬拜的时候 加上罗马当时的西里亚呢 也开始拿出来一些钱了 挂住以色列人来修他们的圣殿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 我们今天看的时候 圣殿也已经修得差不多了 以色列的各种敬拜呢 也恢复了 这是亚的一个历史 但这样的一个敬拜的开始的时候 我们看到就算是 这里面提到了两个人 一个叫撒加利亚 一个叫伊丽撒白 讲到他们都是大祭司养人的后裔 撒加利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 神的纪念 伊丽撒白的名字是神的誓言 通过他们俩的名字 我们看到以色列当时有很多很多的人呢 他们心里面有一个盼望 盼望神在纪念他们 盼望神的旅行他的视野 那神的纪念是什么意思 神的盼望又是什么意思呢 神的纪念是 神对亚伯拉罕有一个应许 神要纪念亚伯拉罕的后裔 神要通过亚伯拉罕的后裔呢 要祝福万国万民 这是神有这样的一个 对亚伯拉罕有的应许 神图是对大卫呢 也有一个应许 神说大卫的后裔呢 要加了截替大卫的作亡 这个亡呢 就是以色列的盼望的弥赛亚 希腊罗家就是基督 这个亡他的亡位呢 是没有穷尽的 那就是以色列人 他盼望了神的这个誓言 这个亡呢快快的到来 到来以后 这个亡呢就会复兴以色列国 这个亡呢 他的亡位是没有穷尽 他会一直活得不实 这样的追以色列的亡 把以色列的带下一个 真正一个强盛 带下一个平安 他们盼望的这个 所以你看他们的名字叫 神的纪念 神的誓言 就说他们心里边是 对神的有这么一个盼望 也就是以色列民族 因着对神的应许 这个盼望 是他们的民族 一代一代的 虽然被镇压 被杀害 但是他们不能屈服 不能屈服 他们对神的 有这个盼望 这个就是当时的背景 当时即使这样的一个背景 我们看到 这是亚龙的后裔 这又是做祭司的 撒加列亚和他的妻子 伊丽莎白呢 这在神灭前呢 就是一个正常的刮警 就算是 二人在神灭前都是一人 忠心主的一切 坚明礼仪 没有可知在的 这就说他们的行为呢 在宗教上面 或者在忠受神的见面上面 都是挑不出神和文体人 假如他们是一人的时候 我们下面做了一个解释 就算是他们在行为上 是非常诚 非常是一人 但是间接基督耶稣来了以后 他说是没有一人 是吧 那这和这个算是 他是个一人 这个区别是在哪呢 基督耶稣来 假如说没有一人 是假如人的生命的瓜姐 在神灭前是不对 而这里面 假如他们是一人 是假如他们在神面前 那个刻苦几天的行为 是一的 我们知道 一个人 即使是说你不杀人 你不杀人 到罪法就应该是一的了 是吧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说是 主耶稣来告诉我们 当你心里恨人的时候 就是杀人了 那么我们要说心里恨人 我想撒加利亚 肯定也恨过 是吧 他不但恨我人 也许说不定还抱有我神 那就不能是一的了 所以我们知道 主耶稣来的时候 当讲到人的生命的问题的时候 那就没有神是一的了 当到罪法下考察人的行为的时候 我们知道那是有意的 撒加利亚台和一个妻子 伊丽莎白就是一人 这一段一人 就算在忠贤神的诫命 还有礼仪的话 包括就是宗教的礼仪 对神的敬拜 他们都是没有可以挑出毛病的 这是他们是一人 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算是 两个人没有孩子 这就加上他们年纪的老迈 加上年纪老迈 我不知道这个老迈的标准是什么 但我想起五十岁 大概不能说年纪老迈 大概讲到年纪老迈 大概也是在六十岁以上了 在这样一个光景下面 我们看到 就算是生育这个事情 对于他们来讲 就是这一生就完了 不可能再生育了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知道 他们夫妇俩既是一人 又不能生育 我们知道 在以色列民族当中 如果你不能生育的话 那别人看你的话 你总是在神面前 有不对的地方 被神揍走了 要不然你怎么会不能生育呢 所以以色列的妇女不能生育 这是一个极大的羞耻 这个羞耻就是来于别人看 你在神面前不蒙福 不蒙恩 是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有一个插头 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看法呢 因为圣经上讲到 蒙耶和华赐福的 他的妻子呢 必像多家果子的葡萄树 是吧 他的儿女呢 必围满这个桌子吃饭 那你看蒙神祝福有个 有个标记啊 这个标记就是 他有很多的孩子 是吧 吃饭的时候 孩子围里大圈 是吧 你看这夫妇俩是一人没有孩子 所以的话呢 这样的话呢 这对以色列的妇女 这个是来说 这个极大的羞耻 但从这里面 我们也看到另外的一点 说即使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 没有这个孩子 但是他们仍然在神位前公职 仍然的 中属神的对法和见面 这个不容易 不容易就算是 即使对于他们来讲 这个同度的开场来讲 这是不蒙祝福的 但他仍然去敬拜神 这个行为确实是不容易 我们今天的话呢 要下神有点急忙的要求 我们说有个孩子 这是基本的要求啊 对不对 这是基本的吧 人生有个孩子 这不过分啊 当我们相够有孩子 相生到神上 你给我个孩子 神不停回给 我们这个心就 可能和我有点过不去 是吧 我们可能会冷一冷 但是这夫妇俩 我们知道算年纪老外了 人俩在供佛神 这确实也不容易 但是就算是 这是连他们不能理解的事情 但是人俩就算是 撒加利亚呢 人俩在神的前供职 下面就讲到算是 撒加利亚呢 他就算当时的一个祭司的班里面呢 他供职一班的祭司呢 有几个人呢 我多数年没有 没有找出来是几个人是一班 所以我不知道几个人是一班 但是撒加利亚这一班 就是读到他们这一班 到进去给神的身所呢 来烧下 来换那个灯 还有拜扯上面 这是作为祭司来讲 非常荣耀的这件事情 所以能见到神的身爹的话呢 能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那个虾楼呢 就是在资圣所的外面 紧挨在资圣所 这是资圣所 最近的就是这个虾楼 我们看到就算 祭司的抽签 谁要抽到的 才可以进去 他们讲说是 有的 讲历史的讲 说这样的祭司 有的祭司啊 可能一位是祭司 但是抽签了 大概未有一次龙道 能进去呢 在神的圣洁前面 给烧下的 所以这个机会是不容易 但是这个机会呢 同时又是马力丁的危险 危险就算是 你这个人 在神的街 没有 洁境这里 没有做好 就很容易被神击杀 所以这又是一个危险 但沙加勒雅呢 他抽到这个签 抽到这个签的时候 他就进去开始 进祭司店开始烧下 我们知道 即使进去烧下 他的衣服下面 都有领导 是吧 当他领导下的时候 大家知道说 这个人会像他还活的呢 领导不下的话呢 那可能就出问题了 是吧 所以这也是一个危险的财势 但是也是一个荣耀的财势 所以沙加勒雅就见到 他就抽到了 抽到以后进去烧下 别的百姓就开始祷告 究竟祷告什么呢 我们不知道 也许是赞美神 也许是求神拯救他们来 托里罗马的统治 反正祷告的那种 辖心很丰富 但是这里边没写 我们到下一页来看的话呢 到下一页我们看到 那沙加勒雅 正去烧下的时候 我们看到祖的使者 在向他的右边写下了 沙加勒雅看见就惊慌害怕 这里面讲到惊慌害怕呢 这个害怕的程度是非常重的 就是害怕的发抖了 这是非常害怕 这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个 给我们稍微想象 有点多多少少有点 不能实意 沙加勒雅是祭司 他对救援圣经是非常熟悉 对神在以色列民族上面 做的事情 他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他都很知道 他也知道 天使在他们民族 这个类似上 并不是一个稀奇的事 是吧 包括神都是向他们 做些亚伯拉哈写下过 这个也并不稀奇 那这里面我们看到 他作为一个 侍奉神的祭司 而且雷神 最近一个祭司 当天使在 向他的右边写下的时候 他都害怕的发抖 非常害怕 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我们想一下 我就看到一个 一个时代 这个时代必须要转化 这个时代就算是 在以色列人呢 在这个时候 他是活在一个 旧元的瑞法时代 是吧 即使一个瑞法时代 以色列人要回头 看他的历史 是马勒神的一个刑法 所以以色列人 到瓦国的时候 回归了以后 他们在神里 其实非常的害怕 我们对以色列人 看到他们害怕的 那真的是害怕 当他们发现 他们以色列人 有和外婆女子 通通的时候 他们头上蒙 会发都不敢吃 在神里 见识哭泣 求神来圣灵 他们害怕 为什么害怕呀 就是神 把他们刮脚里边怕了 这我们看到 旧元瑞法下的 神把以色列人 确实是刮脚地怕了 怕到一个地步 他开始 忠受神的内法 以神的内法为大 他们开始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在神面前 他们心里面 从一个角度 他们盼望 弥赛亚的拯救 从另一个角度 他们心里面 没有平安 这是他们的名度 他们生怕 他们哪一件事情 再得罪神 又不会神 把他们发到外婆的下面 去又去屠杀 又去寡教 又去治理 又给人家打路骨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祭司的心 它是代表以色列人 当然是大宗的心 大宗的心 也是这个样的 虽然 尽管是像神祷告 但是神的侍者 真要写些的时候 所以他 我们算 作为撒加利亚 他是在神面前 烧下的时候 对他是福是祸 他不知道 因为他没有孩子 他心里面就 我想他一定是犯地狗了 他没有孩子 这是不是 他们夫妇俩 在神面前 哪个地方得罪神了 是不是 一烧下 这个天使一写些 我想他心里面 更会发嘀咕了 那是不是神 今天下来 就要马上 就要对他博力了 所以看到 是一个非常害怕的 一个局面 这也就是在瑞法时代 不能给人带来贫 不能给人带来 一个心里面的踏 人的心不能放松 而是一个警道 这就是 撒加利亚的一个心态 他在一害怕 我们感谢神 神他也决定了 开始了时代的转化 所以天使的第一句话 就把这个时代转化的信息 去讲出来了 他说是 不要害怕 是吧 天使开始 对扎加利亚 第一句话 就是不要害怕 从这里面 我们看到 天使就是开始 对以色列人 带来的阿味 这个阿味 首先是说 不要害怕 哎呀 那今天我们来 叫帕斯 帕斯 要不帕斯 可能是讲 神要量的 大概怕 是吧 但是能有的 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 会在我们心里面 会给国贝们 讲这句话 说是 不要害怕 是吧 这个的话呢 咱们有一个叫 海奔克莱斯的话 明慧又会讲过 那个接证 他的小女儿 就经常问他 父亲的一个问题 他小女儿 特别怕死 经常就 害怕这个 就问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 是非常精切的 基督徒 后来他们一家 无可人 死在犹太太的 集中营 就他这个小女儿 最后出来以后 来为主旨 接证 他就对他的小女儿 开始讲 说是 不要害怕 当然神 要带你 离开世界的那一天 神也会给你 足够的力量 让你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看到 神里面 带来的就是 不要害怕 当然 不要害怕 其实是 发发明明的 经历过主的话 的信徒 我想 你对这个 不要害怕的阿慰 多多少少 你经历过一点 当你经历到 人生的困难的时候 你不知道 如何面对的时候 突然神 恩典 把你带过来 你回头 就是一个 不要害怕 是吧 当你说 建立这个 之中 真是一个 滑点 令你害怕的时候 当然神 把你带过来 回头 是一个 不要害怕的阿慰 所以我们看到 天使一出现 它就开始 意味着一个 时代的转化 就是从瑞法时代 要像恩典 时代的一个转化 这就算是 天使来出现了 出现以后 我们看到 天使人 他说 因为你的祷告 以蒙垂天 你的妻子伊丽莎白 基督快点来 来拯救以色列民族 似乎也有过 这样的祷告 所以这个祷告 究竟是 哪个祷告 我们催天了 我想这个 大概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人的祷告 能蒙神的催天 这个确实是 最重要的 那人怎么样一个 祷告 能蒙神的催天 这个对我们 是真正 自华重要的 我们相信 当人的 在一个困难中 在一个困苦中 当你的心 是真正的 相声打开 相声呼求的时候 那个祷告 神真的会催天 如果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是 大概到神面前 汇报工作 时都 一二三 完了 完了 一二三 走了 这个祷告 那有时候 就不一定是 一个蒙神催天 因为这个 我们讲到 如果说是 一个弥赛亚的 祷告 蒙神催天的话 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 奇妙在于 以色列当时 有二十四八的祭司 那么多的祭司 我相信 他们也在 为弥赛亚道来祷告 但是神为什么 那提是 撇撇撇子 对撒加利亚讲 说你的祷告 我们的垂天 我们看到 撒加利亚的祷告 他是下载神 插开的一个祷告 如果说是 他的祷告 是他要一个孩子 来得到神的应可的话 那给我们 另外的一个功课 那他下神 祷告要孩子的时候 我相信他们夫妇 是年轻时候的祷告 那年轻时候的祷告 那到这个时候 年纪老迈了 对于他们来讲 应该是几十年过去了 大概没有希望了 没有希望了 那这个时候 神说 神已经听了 他的祷告了 现在要给他一个儿子 那所以呢 这样子给我们看到 就算是 我们只要是 向神发出这个祷告 我们不要担心 时间的问题 神只要垂听了 他会按照 他的时间 来完成 来祝福 但不管怎么样 神是垂听 向他祷告的神 这是给我们看到的 那神上是垂听了 他的祷告 叫到他的妻子呢 要生一个儿子 给他起名叫约翰 约翰的意思是 神的恩典 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 神开始 时代转化的时候 我们看到 通过这个 时代转化的七名 他的名字 叫约翰 约翰的名字 就是神的恩典 我们就看到 神就开始 带进了时代的转化 就是把瑞法时代 要带进了恩典的时代 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 因为他的先锋 他就叫神的恩典 那祝耶稣的名字 是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 他的名字是拯救者 是吧 约翰后面来的 就是拯救者 神的恩典 恩典是基于什么的 基于后面 祝耶稣拯救者 这是神的 非常奇妙的事情 所以身体里面 真是满了神的智慧 有满了神的祝福 有满了神的爱 在我们看到说 瑞法时候的人 我们也看到 另一方面 人的一个空虚 这个空虚 在山沙加利亚 这么一个近切的人 他的空虚 就体切出来了 是吧 敬畏神 但是他里面 并没有和神的 关系的实际 在他的里面 说神啊 会拯救他们 这是心里面 一个美好的愿望 我们下面 下面进 我就看到了 他的这样一个心愿 在他心里面 他并不知道 这是这个实际 会在什么时候发生 人有在心里面 这个美好的愿望 他能来敬拜神 等待神 可当这个实际 要领到他的时候 后面讲到 他反倒不信了 这是非常非常 就是说人的 对神没有 做实际的经历 没有做实际的联系 我们看到 这个人的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但是神呢 他既然要 是恩典 他就不在乎 算是我们这个人 有多智慧 他是恩典 是他定义 要把这个民地 要带给人 这就是他神的 他说他的时候呢 他定义 要把这个民地 实在要带进 人类的社会来 带进这个人类的世界来 他定义 要把这个民地带来 这是我们神 祂 祂的所事 因为他神的爱 因为祂的所事 是祂要做这样的事情 并不是人呢 我们看到 要算人的 在神面前 能符合神的心愿 的话 我们到后来看到 撒加利亚 这样一个 种手神的 见面和礼仪的人 都不能符合神的心意 因为 当神把恩典 告诉祂的时候 祂信不来 这一信不来的话 帖子伦信不来 信不来 你在恩典里面 那就不要耍花了 那就哑巴了 所以一个对法时代的人 并不能来讲述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 只有基督耶稣 祂给带来 祂才能讲述出来 这是我们看到 祂的儿子约翰的来历 这是 这我们看到神的 带进恩典的时代 这边讲到说 祂必欢 祢必欢喜快乐 有许多人 因为祂图事也必喜了 我们这里边 讲到撒加利亚呢 当天使出现 他心里面 是一个充满的恐惧和害怕 那就当 整个以色列人 在神的内法面前 也是满了 这种害怕 害怕到一个什么地步 以色列人现在还害怕 害怕比如说 他规定守神的这段见面 一天走路的时候 规定你只能走十五里 那十五里以外呢 你就 你就 犯条 犯条的话 就要受惩罚 以色列人到现在为止 在神的位置 见面面前呢 也不能花喜快乐起来 也是非常害怕 因为内法呢 给人带来的是一个神怕 是吧 你当不到神的内法 你要面对害怕 你要面对一个神怕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情况 所以在内法下面的人 不能花喜快乐 所以说 约翰的出生 征的恩典 这个来到世界的时候 现在才能该给人带来 真正的一个花喜快乐 这就是帖子来传着 另一个祝福的信息 说你必花喜快乐 今天我们花喜快乐 是吧 如果今天你还不花喜快乐 那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说你还不认识 主耶稣基督等一点 如果你真认识 主耶稣基督等一点了 我想想这个花喜快乐 也是你的 这怎么有错 所以加上 许多人连他处事 也必须了 那诗人在诗上面 我们知道 要说这里面 圣经下的这个喜乐 这个Joy 这种喜乐 人真的没有 人能即使行了 又一时的得到 一时的花乐 那个有 在你说在神里面 这种喜乐 人真的没有 这个喜乐 在什么里面有呢 也是在神的恩典里面 你才能有 我就 仅仅有一时间的关系 我就分享到这个世界 剩下的呢 我就下一次的时候 来介绍分享 我们低头一起来 做一点祷告 塞的天赋 真是感谢你 感谢你 父啊 你固绝世人 你爱你所造的人 你的爱 父啊 是何等的潮泡高深 怎么不能测透 父啊 我们纵然不认识你代 但是父啊 你是智慧的神 你要爱你的世界 把你的恩典 把你的爱 向世人显明 把你的救赎物 把你的恩典 要带到这个世界 父啊 谢谢你给我们 这样的预备 谢谢你给我们 这样的救赎物 父啊 愿你也 不断的 带领我们 带领我们来真实 父啊 你又给我们 成就的救赎物 是何等的浩大 你给我们 带来的祝福 父啊 是何等的丰盛 我们奉赞主耶稣基督的名 向父父神感恩 也赞美父神 阿们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